阿波羅新聞網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余茂春罕見與中英雙語發出同樣內容 中共之事就是全球之事 綜合報導 歐洲議會最大黨主席稱 中國若親臺 歐盟必須對中制裁 為馬克龍仿中奔走 前總統哈法林被酸法國熊貓 駐北京滲透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4月22日 星期六 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別忘了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余茂春罕見以中英雙語發出同樣內容 中共之事就是全球之事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前美國國務院辦中國政策首席顧問余茂春教授 21日罕見以中英雙語發出同樣內容 臺灣之事是全球之事 中共之事是全球之事 臺灣國策研究院執行長郭育仁 此前在接受法廣採訪時分析指出 臺灣若有戰事 外溢性會非常強 他更指出 中共針對的對象其實是美國 4月21日 前美國國務院辦中國政策首席顧問余茂春教授 在其推特轉眼了韓國總統尹錫悦的最新講話 臺灣問題不僅僅是中國和臺灣之間的問題 就像朝鮮問題一樣 臺灣之事是全球之事 他接著說 同樣的 中共問題不僅僅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問題 就像臺灣問題一樣 中共之事是全球之事 余茂春教授罕見地用中英雙語發布了上述內容 韓國總統尹錫悦在日前接受路透社獨家採訪時做出上述表態 他反對中共試圖用武力改變台海現狀 中共外交部20日譴責尹錫悦 稱臺灣問題不需要外人指手畫腳 韓國同一天隨即召見中共大使 強硬抗議北京的外交武力 余茂春教授的推文引發網友熱議 一位網友說 中共是全球民主化 文明轉型的絆腳石 但只要它倒下後 在它的廢墟上能成功建起民主社會 原中華淪陷區就會成為全球民主化的推動力 歷史的轉折將在這裡發生 另一位表示 說得好 中共是馬列主義政黨 馬列主義是歐洲發明的 祸患人類 因此中共的問題當然需要全世界一起解決 還有網友說 中共就像一個毒瘤 不要以為只是長在一個器官 其他器官就是安全的 毒瘤早晚都會擴散 摧毀全身器官 另一位使用繁體字的網友表示 中共是人類社會的毒瘤 其傷害不僅僅是中國 更是全世界 一位同樣使用繁體字的網友指出 中共前些天終於沒忍住 公開威脅菲律賓 小心15萬在台飛牢 直接給臺灣中共知事就是全球知事增加了一個證據 他所說的是 中共駐非大使黃西連聲稱 美國想要菲律賓提供的新據點 又干涉台海局勢之前 更威脅菲律賓政府 別忘15萬在台飛牢 黃西連言論引發菲律賓政府反擊 回嗆反對中共利用菲律賓勞工來製造恐懼與恫嚇 臺灣國策研究院執行長郭育仁此前在接受法廣採訪時分析指出 臺灣若有戰士 外溢性會非常強 郭育仁說 中共如果有一天無力犯臺的話 臺灣不會是一個封閉型的戰場 它一定會外溢 一定會牽動到沖繩群島和日本群島 往南一定會延伸到菲律賓群島 所以菲律賓總統小馬克思在2月去巡視菲律賓軍隊的時候 他也有講過一樣的話 就是說他無法想像臺灣有事 菲律賓可以置身世外 對日本來講 其實也是一模一樣的情形 之前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晉森說過 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所以 基本上臺灣的戰略縱深太小太短 它爆發戰爭之後的外溢性會非常強 外溢性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中共國要或不要 中共國只要武力犯臺 必定會牽連沖繩群島 日本群島跟菲律賓群島 更不用說 美國在海外的最大海軍陸戰基地和最大的空軍基地 在沖繩島的加首納和普天間 它只要起心動念武力犯臺 就必定會牽動臺灣北邊跟臺灣南邊的島鏈 這個是它要或不要都會發生的事情 他還說 我們現在有非常多的證據可以顯示 習近平試圖把解放軍在2025年之前打造成世界第一流軍隊 他的海軍和空軍的目標都在太平洋 他針對的對象其實是美國 歐洲議會最大黨主席稱 中國若親臺 歐盟必須對中制裁 台海局勢近來成為歐洲政壇焦點 歐洲議會最大黨團人民黨主席韋伯表示 若中國親臺 歐洲必須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制裁 盡早讓中方明白這點 可阻止台海爆發衝突 中央社報導 韋伯接受德國《明鏡周刊》訪問時 首先批評法國總統馬克龍指 歐洲不該在臺灣議題 成為美國追隨者的發言 對歐洲團結是災難 韋伯認為 唯有先與美國協調 歐盟的中國政策才可能成功 在政治和軍事上 歐盟光靠自己無法與中國一較長短 好在華府已經定義紅線 韋伯還說 俄羅斯和中國的領導人只聽得懂強勢的語言 如果中國入侵臺灣 歐盟必須準備好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制裁 盡早讓中方明白這點 是阻止台海爆發衝突的最好辦法 韋伯指出 北京正打算冷卻對歐關係 歐洲的未來因此不能光靠中國市場 應將注意力從中國這塊大磁鐵轉移到巴西 印度 東南亞 澳洲 與民主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 為馬克龍仿中奔走 前總理哈法林被酸法國熊貓 駐北京滲透 法國總統馬克龍日前仿中 卻因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態度迎合 立場不堅 成果稀少 被輿論諷為外交失敗 隨後又在回程發表 臺灣危機無關歐洲 不因臺灣議題捲入與中國衝突 以及避免為美國附庸等言論 引國際炮轟 中央社報導 馬克龍被人詬病的仿中表現 即需要事後澄清的失言 導致國內質疑與罵聲一片 但仍有極少數人出面包馬克龍澄清 其中之一便是法國前總理哈法林 哈法林17日接受《重點週刊》專訪時指出 馬克龍說出事實 但不是每個人都喜歡聽 法國想要緊張的局勢降溫 總統直言比外交辭令更直接 顯示法國不必用華盛頓的論調 這位哈法林的來頭可不小 他是法國對中政策的資深顧問 法中關係的一號人物 同時也是這次馬克龍國事訪問代表團的主要成員 隨團貿易名單代表便由他推薦 參議院外交與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卡托蘭在TV5節目中表示 哈法林在訪程中穿針引線 我都懷疑哈法林才是真的外交部長 74歲的哈法林2002至2005年間為前總統希哈克的總理 熱愛中國且多次造訪 著有《中國的啟示》等書 被視為中國在法國的代言人 並於2019年從習近平手中借下外國人在中國能獲得最高榮譽和賞識的友誼勳章 2018年首屆獲獎人為俄羅斯總統普京 在描述中 再會